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生活在地球村 这是一个大发展 大融合的时代 在这个伟大时代最前沿的阵地 城市里 美食也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形态复制着 交流着 消费着 普及着 直到有一天 当人们默然回首突然发现 尽管你我每天都能如此便利地品尝到各地的菜肴 但记忆中 那种中国美食特有的韵味却日渐远去了 于是 一种另类的美食经营方式 开始在各大都市中悄然兴起 创意菜 私房菜 私家菜 这些特别的名称带着某种神秘 某种讲究 也带着某种似曾相识的亲切 吸引着人们好奇的目光 其实 私家菜这个概念 出现在民国时期 它指的是一种 无论菜品 用餐环境 用餐礼仪 都极端个性化 小众化的中餐经营方式 而这一概念更早的来源 则是中国美食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官府菜 官府菜 远在西汉就已出现雏形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 极胜于明清 所谓官府菜 是指古代官宦之家所制的精致转窑 其创制者 多为官员们的家畜 同时 由于古代的官员 几乎都是读书人出身 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品味家 往往喜欢参与到菜窑的制作中来 因此 官府菜 又被称为官僚世大福菜 刘忠 北京饭店谭家菜厨师长 谭家菜第四代传人 为了保证食材的品质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亲自来到海鲜干货市场进行采购 海洋的味道 安家菜主要是以做烹制干货海鲜为主 首先是我们对原材料要求的比较精细 比如说这个群吃使用要宽一尺六 高两尺 虾一定要是四到六头 鲍鱼可能要八到十头 乌生 我们一定要使用一斤三头左右的极其原材料 只有这个标准才能有一定的口感 才能有一定的上桌的理由 选料烤酒 正是谭家菜 这家存续了一百余年的官府菜 创制之初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1909年 一个叫谭赚青的人从家乡广东南海来到北京 35年前 他的父亲谭宗俊 在电视中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 也就是俗称的榜眼 受任汉林院编修 但仅仅14年后 由于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与倾压 谭宗俊在辞官回乡途中 郁郁而终 留给谭赚青的 除了清高抗植的文人气质 只有一样东西 美食 北京米市胡同 清代 这里是官僚文人聚居之地 谭赚青来到北京后 就将家安在了这里 由于家到中落 生活略有些艰难的谭赚青 与其三姨太赵立凤 试着开始承办宴席 不料生意极好 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更是名声大震 许多名流慕名前来 而谭府也就成为中国参饮界私家会馆的开端 1943 1946年 谭赚青和赵立凤相继逝世 谭家菜便由其女谭令柔主持 家厨彭长海掌造 刘忠的师父王炳和正是彭长海之徒 现在谭家菜的重任落在了我肩上 我跟我们谭家菜的一些师父也有信心 把我们这个谭家菜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源于官府又充满了文人风韵的谭家菜 历来都坚持选料精 下料狠 做工系 火候足 口味醇的门规 清汤燕菜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菜品之一 我们一般选择形状完整的这个燕斩 而且是一种纯天然的 没有经过漂白的 颜色稍微发灰黑的一种燕窝 首先要对燕窝进行泡发 谭家菜所使用的 仍是传承百年的传统涨发法 涨发是用利用厨师的一双手 还有水的温度 不增加任何的化学添加剂 让燕窝反复地吃水 反复地回性 可能可以达到一个实用的程度 还不要破坏它本身的营养 这样看似简单的一道工序 却需要两到三天才能完成 泡发好的燕窝成银白色 其中有一些不易察觉的黑色物体 这时就要开始一道更为繁琐的工序 除去杂质 这道很繁琐的 还有很磨练心性的一道工序 一定要用白色的这个餐具 作为底色相衬 它能衬出这些黑色的杂质和燕窝 这些黑色的杂质 是燕子在筑巢时掺杂的干草和羽毛 除杂质时 厨师要用一双长长的竹签 将它们一点一点清除干净 竹签的一端非常的尖 这样能够把细细的乳毛一点点的拨到盘子边上 再用手把它的杂质挑出去 这个过程又要耗费五六个小时 但燕窝处理好后 还不能急着下锅 这是因为这道菜 还需要一道特殊的调料 清汤 厨师的汤是非常重要的 巧媳妇难为五米之吹 如果厨师要没有好的汤 无法把这个原料 这个美味发挥到极致 谭家菜的清汤 适用鸡肉 鸭肉 火腿 瑶柱等 大量珍贵食材熬制而成 这么多的荤腥放入锅中熬煮 厨师必须要像变魔术一般 将一锅浓汤调制出汤清如水 色淡如茶的效果 熬制清汤所用的主料 是极为讲究的老母鸡 我们要选用三年以上的母鸡 一定是自己觅食的鸡 一定是厉害丰富 肉质很坚硬 鸡肉和其他辅料都切成块 放入锅中 再取鸡胸肉剁成膩子 放在一旁 在后面的工序中 将会用到这些膩子 熬煮的时间十分漫长 整个过程长达十个钟头以上 这期间 厨师还必须守在锅旁 不时翻动食材 并除去浮沫 汤出来以后呢 一定是汤汁金黄 味香醇厚 等三四个钟头后 食材中的精华几乎熬净 将它们全部捞出 这时候放入鸡腻子 鸡腻子要先用水化开 然后把它倒入浓汤里 经过反复的搅拌 让这个鸡肉充分发挥 它的吸附作用 把鸡汤里面的一些物质 吸附到这个鸡肉上面 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浓汤正在慢慢变淡 这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方法 事实上千百年来为了追求鲜 这一独特的味觉体验 这种名叫掉高汤的菜肴制鲜方法 一直在中国美食里传承和发展着 尽管二十世纪初 味精的出现 让每一个普通家庭 都能随时品尝到极致的鲜味 但在中国人超过一个世纪的 味精使用史中 有关味精的争论 却从未停止 时至今日 虽然科学已经证明了 味精的天然和无害 但刘忠告诉我们 用高汤来提鲜 依然是官府菜 一个不可或缺的传统 当年我师父就跟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做菜呢 就跟做人一样 一定要稳重 只要你 只有你细心地料理它 照顾它 才能把菜做到汤鲜味美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熬制 清汤终于出锅 这时在锅中放入姜片 将燕窝在烧开的姜水中焯一下 接着把燕窝放入清汤中冲洗一遍 然后盛入器皿 浇上清汤 最后还要放进蒸香 蒸煮约四十分钟 这道汤清如水 色如淡茶的清汤燕菜 才忠告完成 今天 作为官府菜载体的古代官府 已不复存在 许多精致的菜肴也随之散失 但仍有一些美食 融合到中国各个地方菜系中 传承至今 这些美食 极光片语 弥足珍贵 这道菜就是如此 它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 佛跳墙 郑春发 福建福清人 曾为福建部正史周连的家厨 两人虽为主仆 但私交甚密 周连甚至还为郑春发 捐纳了六品官衔 一日 福州官营局一位官员宴请周连 绞尽脑汁想出了一道菜 将鸡 鸭 猪肉 置于绍兴酒坛中微致 名之曰福寿泉 周连吃后连连叫好 并让郑春发如法调制 之后 郑春发又改进工艺 在主料里增加了爆身赤肚 使这道菜的味道更加鲜美 后来 在周连受淡之日 郑春发便推出这道菜来招待宾客 谈盖起风 满宴飘香 座中当即有文人附诗云 谈起荤香飘似林 佛文弃禅跳墙来 众人拍案叫绝 这道菜也就被称之为佛跳墙了 今天 佛跳墙已经作为一道名菜 被许多菜系所吸收 粤菜的制作方法 首先要把主要原料 海参 鲍鱼 干贝 鸡爪 鸭掌 猪蹄筋 羊肘 猪毒等干货 进行长达数天的泡发 剔杀 熟制等繁琐的处理 然后 加清水至微火热透 倒去水 将食材放入坛中 上面在家电 花菇 冬笋 白萝卜 倒入绍兴酒 与鸡汤 坛盖之上 附上一张白纸 略浇些水 增强坛子的密封性 放入蒸香 蒸两到三个小时 味道鲜纯 质地软嫩的佛跳墙 便可以起痰了 这道菜 因为主料在八种左右 且多为名贵食材 故又称 痰烧八宝 用料务必名贵 做工不厌其烦 色形淡求其美 这些固然都是 以雄厚的财力 物力为后盾的官府菜 最为重要的特征 但却并非全部 由于其中 广泛存在的文人气息 官府菜 有时还会呈现出 另外一种面貌 这是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一个片段 过惯了穷日子的刘老了 听着王熙凤 细数一道茄子菜的做法 大开眼界 惊叹不已 这道美食 就是茄想 想 最初的含义 是晾干的鱼干 后用于 泛指各种腌辣食品 所谓茄想 就是用茄子干 做成的一道菜 原先是供读书人出门赶考时 带着路上吃的 属于鹿菜的一种 不知何时 却流入官府 被改造成了一道美食 茄想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先把晾制好的茄干切成丁 用水泡软 再将水分挤去备用 热锅加少量油 葱 姜 蒜 炒至香气浓郁时 放入咸鱼丁 火腿丁 香菇丁 蘑菇丁 鸡肉丁 松仁 葡萄干 豆干丁 笋丁等十余种辅料 放入油锅中煸炒 浇入鸡汤 酱油等调料 再加入茄丁 炒干集成 这道菜 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 但由于茄子的纤维较粗 吸附力极强 能把汤汁的味道 全部吸收到茄肉之中 因此 这道菜吃的不是茄子 而是那些精致的辅料 这就是官服菜的另一个特点 粗料细作 圆梅 这个位列清乾隆潮 诗文三大家的大文人 33岁时 词官回乡 在精灵 花三百斤 买地造随缘 专心诗文创作 1792年 圆梅根据自己四十年美食实践 写成文言随笔美食专著 随缘实单 这是一部后世人们研究中国美食最重要的经典 他用大量篇幅详细计数了我国十四至十八世纪传承的三百二十六种南北菜肴饭点 其中 不乏官府菜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 很多菜 从选料到烹饪技法 品尝 乃至来历 都有所续集 这就让我们还有机会品尝到这些奇珍异传 王晓明 北京太伟高尔夫球场副总经理 每天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着球车 巡视一遍整个高尔夫球场 但是 王晓明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高尔夫球场餐厅厨师长 身为鲁菜大师的他 精通传统的鲁菜制作技艺 并且身怀多道传承已久的名菜秘方 他就要吃那烤鲁盆是吗 那他行 那个我马上给他安排 你拿指挡笔的我马上给他开开 这是一家当下实心的私家菜餐厅 只为求会的会员提供服务 然而 在这家餐厅里却没有菜谱 从到这来之后 我就坚持我这个餐厅就是没有菜 所有的原材料 在我心目中超过三天 就肯定不能吃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 鲁菜的传统的 比如说厌翅包 是传统固定的 其余的这些菜 这些搭配 我就一定要按照实力来 我今天早上采购什么 你今天中午都吃什么 不设菜谱 既体现出王晓明选材的严格 同时据说也是官府菜 传承下来的一种传统 今天他要做的一道豆腐菜 看似普通 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绅士 这是康熙皇帝 晚年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 当时担任大学士 刑部尚书的徐前学 深得康熙欢心 有一日康熙下诏 将这道菜的秘方 赐予徐前学 然而当徐前学 去御膳房取秘方时 却遭刁难 不得不花了一千两文银 才将这道菜的秘方拿到手 后来 原媒辗转从友人 王孟廷处 得到了这个秘方 由于当时王孟廷 正担任保应太守 因此 随缘食丹中 就称这道菜为 王太守八宝豆腐 随缘食丹中 还详细写下了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用嫩片切粉碎 加香樟蟹 蘑菇蟹 松子仁蟹 瓜子仁蟹 鸡蟹 火腿蟹 同入农机之中 炒滚起锅 今天 王小明手中的这道菜 不论是在用料 还是在制作方法上 几乎与原媒的记载 如出一辙 首先 将豆腐切成片 再切成丁 辅料也都切成丁 然后将豆腐 放入锅中翻炒 再放入配料 浇上鸡汤 这道菜 也是典型的粗料细作 口感鲜香软嫩 营养丰富 且易于消化 这也是康熙皇帝 当年赐给老臣的原因 其做法看似简单 但是每一个步骤 都要求严谨 准确 干净利索 今天 王小明把这个球场 几乎所有日常的内部事物 都打理得津津有条 只有一件事 让他感到烦心不已 我现在困惑的就是收土地 我教人家 人家还不愿学呢 因为这个东西太磨人了 过去收土地 首先先磨你的性子 头三年 你甭想上灶台 蹲着都不让你上 就说切都不让你切 七茶倒水 还得给他洗脚 你不要认为 他是在折腾你的 其实他是在杀你的锐气 把你刚烈的性情 都磨没了之后 才能一点一点地 教你东西 现在大部分都是急功近利 没有人能静下心来 真实地踏踏实实地跟你学 当我们驻足于现代化的都市 身处灯火辉煌的街道 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快 让我们无比惊叹 那些街头的私家菜的招牌 还能保持多久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 只要人们对于美食的追求 没有停止 只要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愈加深入 这些精致的美食 还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我们是否可以做到专注与安定 是否可在形与色中 回归传统 那些承载着历史和文化信息的精美食器 它们对于美食意味着什么 敬请关注中国美食探秘 第七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